欢迎光临快速带人家 我是盈婷 这个星期我们的新车报报的资讯 你的重点锁定在 新车直接出门试驾感受 车子真的就是要开 摆在那怎么看都满意 它长得很帅 但一开发现动力不如你的期待 或是你住在靠近山区 你需要爬坡力比较强的车 或者是你真的想尝鲜 要选电动车 所以每一台车 真的建议大家有机会安排试驾 有机会安排试程 有机会体验一下 不妨试一试 比较能够挑到适合自己的车 那上个星期我们为大家报道 是另外一台不同选项的 国产电动休旅车 那很多人就敲碗说 那这车也该试一试咯 那这回的试驾比较不一样 我们拿的是动力比较大的 X-POWER的选项 MG4的X-POWER 那它做什么呢 电动车就是有一种 可以海放油车的特性 为什么 因为它是吃电的 不是等引擎作动 所以一弹就可以出去 所以直接拿它来 891有可能成功吗 我们带大家出门试驾咯 我们今天一早就到台中 台中就下雨 我们的最大本事就是 哪里没有鱼就往哪里去 所以现在就考验你们开远一点 直接到墾丁去了 到墾丁 是不用啊 我们今天试的这台车呢 我相信我们现在在路上跑嘛 一定有很多人相机就给我拍下来 我经历数续续很多人拍到 它就是MG4电动车 听到我们车子里面充满着我 欢迎出谷的声音 其他的声音大概也听不太到 因为这是一台电动车 那我故意一开始先坐到后座的原因 就是我想偷懒 不是就是我想要先好好享受一下 因为据说这一次的MG4呢 这个椅子上面的铺层呢 是可以让家人坐都舒服的喔 因为它的极具叫跨界休旅跟 patchback中间的那一个大小 四个跨界休旅 但是它的跨界又让你觉得空间也还蛮大的 还蛮不错的 但是前面这个人就有点急杀 其实不是它的问题 是指的啊 干嘛 前车跟着你刹车喔 从你刚才讲到现在 我全部都开着ACC 请你来上班是请你认真开车 你全部都让车子自己开车 你都没有在开车 这是什么意思 我这是帮你测试 我知道你要介绍 我帮你测试一下 很好 这次MG4我觉得有个大大的给它掌声的事情 就是呢 可以无脑作动ACC 一键就启动 对 按那个图腾 就是一个像方向盘那样 按了它就作动 然后它作动它就包含你的车速帮你维持好 然后你的车道帮你维持好 你只要看到它上面的标线跳成绿色了 就代表它已经启动了 成功了 油门跟刹车掌握得还蛮舒服的 像刚才你会觉得说比较剧烈的刹车 那是因为突然有人切进我的距离里面 然后而且切得很急很近 虽然它才会这样击杀 但是它也不是那种很重杀 对虽然我们会感觉到 但没有到不舒服 刚刚感觉像是人在做的一个行为 不太像是机器sensor到突然间杀的那个行为 刚才都不是我杀的都是它杀的 那还不错有保护我们 但是这个车是第一次遇到它 好感度很高 但有些地方我觉得可以再强化 像你觉得你仪表板会不会太小 我觉得它的资讯算明确啦 而且再加上现在中央的萤幕它很大 我要看到 其他资讯在这边就可以看到了 中间我只要看到我的辅助驾驶 我的时速我的电量 觉得电动车这样就够了 因为它这个仪表板部分就是分三块 一块就是你有没有做动成功ACC 很清楚中间那块就是你的时速啊 电量剩多少 开车的模式 对 右边胎压什么资讯都有了 这样就好啊 你还要知道什么 很有趣的 它是右下角可以告诉你说 现在你用了几%的动能 比如说我现在都用ACC 所以它只用6%而已 对 那如果我仲裁下去 有到70了 浪费我的电哦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动能回充 跟你现在使用的动力是多少 正的话就是你现在正在用 那如果是负的话就是它的动能回充 对像我现在稍微含一点刹车 它就要到负23去了 还不错哦 那这样它就很鼓励你啊 就说好孩子你现在正在省电 你是负值的很棒很棒 就要告诉你我正在回充了哦 对就是告诉你是好宝宝 模范生模式这样 是三车道耶 就是我旁边 你看它现在旁边都有货车 真的画货车耶 然后如果自行车啊 或者是autobi刚刚在市区看 它就真的是自行车的autobi 感觉仪表板没有太大 但是资讯清楚的不得了 而且做的还蛮细致的 看到它都侦测到了 那我觉得更放心的交给它了 嗯 中间的那个触控仪表啊 10.25吋其实算大块 轻松的直接接上了我们的手机 它有个USB 然后有一个Type-C 然后USB那个是接上线之后呢 就可以Apple CarPlay了 那Type-C不行 它打一个孔让你放线啊 因为上面这边是 很多豪华品牌都会帮你收线耶 对因为上面这边是无线充电板 所以如果你没有要使用这种手机链接的话 你就是用无线充电板就好了 现在很多电动车都不搞实体按键了 因为已经那么智能了对不对 然后它在智能的同时 它有维持一些老灵魂 它做得很大很直觉 如果我在开车我这样调整 我是觉得很方便的 它其实还有留一些你该用到的东西 快速可以用到 那我最激赏的就是它那个触控木啊 它可以像我们的iPhone一样 由上往下滑 everything你要得到的所有资讯哦 你的风要打拿尔来 它其实它做蛮好的耶 但它现在有警示音了 我一直叫是因为我刚才旁边有打车 哦旁边有打车 所以我们理所当然会想说 稍微往左边一点 然后之后它就 知道警示性的话 它就会提醒你说 诶 你快靠近哦 对 这一套系统呢 也是维持MG HS跟ZS的那一套 MG Pilot 就是Level 2 MG-Pi的2.0 但是它又比它們要再更進化 像我們剛才講的這個一鍵啟動 就是它們兩個沒有 這個我真的需要 這邊看其實它可視角很多 不需要你們兩個講 我坐在這個位置往前看 我都知道你在幹嘛 它現在已經沒有用ACC了 它有那個RADI 然後很多資訊 但是有幾個點 我真的如果以我是要買車的人的話 我會稍稍覺得美中不足 第一個就是它的方向盤不是電容 我覺得因為是這個車架 所以如果方向盤電容可能成本就高了 然後再來就是駕駛座 如果把上面的遮樣板放下來 它是沒有照明的 但是我覺得它雖然沒有照明 但它遮樣板的質感做得還不錯 拜託全車Arcantara 我這一台X-Power X-Power獨享的那些細節 等一下帶給大家看 它這裡有手機的一個小袋子 地圖袋上面還有兩個 然後這裡有地圖袋上面有兩個 就是後座有四台手機可以放的位置 前座有無線充電板 然後下面呢因為是電動車 所以那空間有讓出來 運用是蠻不錯的啦 我覺得門板留下來的那個空間 稍微緊湊了點 但是因為畢竟這個車就是 對它的車格就是這麼的小 對就是CUV 所以你看它可以 它這裡可以放水 但是放怎麼樣的水你看 小罐礦泉水 而且還夾得蠻緊的 不好拿出來 這是我覺得稍微美中不足的 因為它是緊湊型的 沒有自飛甲 好像後座的放飲料比較難一點 因為我是CUV 比較不是那麼偏家庭用的休旅車 所以它可能就不會把這地方的這個東西 東東西都未必是你要的 因為買這車人搞不好 它就自己開而已嘛對不對 有時候是在朋友不要給他放東西 放東西人家就會忘了 整個車站給我吃東西 打翻飲料對不對 然後飲料放在那邊都不知道 放在那邊湊了 對 對對對你這樣講沒錯 就是這個車的設定的族群 不是家庭 但如果你是家庭 你又真的很喜歡這台電動車的話 你小小那個沒多少錢 一下就處理掉了 那這裡是用比較緊湊的 但是它的質感你看得到的地方 蠻細緻的 皮質包覆的 而且前座來說我覺得質感算優秀 因為我翻翻盤它也是皮質包覆 摸起來它的觸感是非常的滑順很舒服 然後它這邊也是用鋼琴烤機的點綴 然後金屬的排風口 金屬欸 冷氣出風口它貫穿一整條鋼琴烤漆的 也都是很漂亮 然後儀表台是軟質的塑料 軟質包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今天天氣比較 沒那麼穩定 台中又下雨 是覺得後面的冷氣有點冷 但我這裡沒有冷氣出風口 這一點必須坦白講 我感覺出這裡有 源源不絕的風過來耶 坐起來是開闊舒服 然後也不會覺得是個緊湊的CUV 因為你看我離頭頂高 這個不要算拳頭了 對就是它有做一個開闊度 然後呢椅背不可調 如果是家庭需求會希望它稍微可以調 但是結果沒想到我的背是陷進去的耶 它直接調一個最舒服的角度給你 你不要再給我調來調去 對啊已經幫你準備好 你還要調什麼對不對 就是方向上是這樣 然後因為它是電動車 這裡就是相對就是平了許多 一般來說我們電池都是直的排 那它把它倒下來排之後 它佔用的空間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對 所以我們的腳就不會像有些電動車 下面要放電池所以很厚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很像坐板凳腳就很高 你在講特斯拉 沒有 因為特斯拉的電池是直立的 下面的電池它是立式的 它現在很聰明把它變成躺式的 躺的話它可能厚度就會少了很多 那那個空間就是還給車室 我們放一樣的電池 可是它可以把空間的創造出來 就是你嚴格說外面看的是小車 進來你感覺好像也有點像休旅車 對它有點介於兩個之間 它用一些小技巧跟方法去做調整 那電池不是說躺下來 然後省了空間就好 它反而還更增加它的效能 還有它的中間的散熱 它都有做一些巧思 它配重也更好 對配重也可以更好 它電池還有做均熱板 還有陶磁均熱板 還有水冷 然後它的保護措施也做得很好 對 所以散熱也很好 對 充電的時候它會有大量的熱能 就像我們充手機 手機會比較燙眼 電動車也是會有 那它用水冷的方式它就可以 降低它電池的溫度 讓我們充電的效率可以提高 據說你就是給它五分鐘 它就給你一百公里 充電效率是還不錯的 如果你是用一般平常使你用車的那個習慣的話 其實不要花太多時間充電 我們人生的時間很寶貴 然後甚至還有極端測試 我覺得那個極端測試真的浮了它 拿去火上烤個七十幾秒吧 就去烤一下 然後拿去撞它 還堪用耶 這很重要喔 但是為了安全 因為大家都在意的是電池的安全 因為電動車最大的問題就是電震 電池不要保護 基本上不太會有問題 對 然後它的車子 包括輪胎 然後煞車卡鉗 這些都是結合起來 也用Continental大廠的喔 這回其實MG在溝通 它也是很攤在陽光下 就是它所有的零配件 所有的物料 是來自哪一個品牌 就讓你知道了 所以它的那個商業機密 大概八九不離十就知道 你可以自己去 像各大廠買 自己去煮一下 怎麼可以煮起來 有那麼簡單 就自己賣車多可能 還有一個細節大家不會知道 因為剛剛想說 這種CV 你平常未必後面要常載人 可是它把那個椅子 座椅的這個地方 凸起隆起 做一點隆起 讓你的大腿比較有支撐 就可以久坐 因為有的車長 它為了把那個椅墊縮短 看起來那個空間很大 空間很大 就像我們去看房子的樣品屋一樣 對對對 超薄 把它那個牆壁用那個 牆壁變好薄 這樣 完全不能隔壁 不行啊 對它就是要讓你能力做 所以你看 已經包到這了耶 其實基本上 我大腿是基本上都靠得到 而且它是有點往上揚 400多匹的馬力耶 對啊 你看它的動力 這麼的強 欸 靠它薪水製作人 這什麼意思 不先講耶 動力是真的很不錯耶 來的很即時的耶 電動車有很多不同的特性 那要試操控呢 我們也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好好來體驗 走 aku 哇 görd 好 我就說我是陽光小貼士對不對 順便讓大家欣賞一下 我這一台車是X-Power的限定色 叫做消光銀石綠 銀石有沒有 英國銀石賽道嗎 對不對 就有熱血的感覺 再加上這種綠色 均綠色又消光 讓我想到我偶像郭富城 他答應要開他均綠色的超跑載我去 夢裡答應啊 這個顏色我覺得 非常符合年輕人喜愛的氛圍 而且他就是有那種低調 但是你不要惹我 不然我一秒鐘就讓你難看那種概念 那仔細說真的啦 我們本來想說MG4大概實車就差不多是那樣子 但看到實車有沒有心動的感覺 有比我想的比較大台一點 比想還大台一點 對 因為你小CEUV應該小不了丟對不對 對 我以為你就跟Focus一樣嘛 對 結果他不是那種先輩而已 他其實車子裡面有那個休旅的感覺 就是車子的車格看起來不大 但是坐進去車室是大的 來身體密碼報給大家知道 現在就講到這了 車長有4287mm 而在車高的部分呢 他有1516mm 車寬1836mm 所以其實是一個實用的車格 那重點在軸距了 軸距就是剛剛我們路上坐過來 覺得舒適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還有2705mm 加上我們剛剛說什麼 電池有動手腳 所以他連那個高度的空間也讓給你了 所以你裡面要載東西 再幾幾人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它很符合生活需求 但它真是帥 你不會覺得它是一台無聊的休旅車 你反而覺得應該是很繽紛好玩的一台休旅車 來 看外型喔 因為是電動車 我們就不需要那麼大塊面的水箱護照 它前面呢是AGS的主動的進氣合照 再來看到它的LED光劍式的 在前面 而這個地方頭燈呢 它也有一個銳利的 而且有一個好聽名叫靈動之眼 靈動之眼就是勾你的魂 要你買單的概念喔 那在車頭看你就會覺得 欸 有點類似跑車那種帥氣的樣貌 但是你在看到它足下凳的4個腳丫丫 18吋 非常的實用 看到橙色的好料 不是只是顏色吸引你喔 重點是什麼 Continental的 而且它前後碟盤都給它放大 你跟你們家其他的油車CV放在一起比就知道 我真的沒蓋你 它真的是比較大 大就代表 欸 因為電動車有時候你也有加速 所以你煞車會更重要 造型我覺得也還不錯看 照理說電動車要這樣豐足 應該是把它全都包起來 可是那就是少一點 沒敢上的那種加分對不對 還是你買了你會換掉 這個本來就很漂亮不用換了 本來就很漂亮喔 然後摺線呢成多耶 而且是很立體的喔 引擎蓋 也雖然它沒有引擎喔 然後這麼大的摺線 前面這裡一個大凹耶 這個有點類似像一些跑車的那種 設計的感覺 線條拉出來 就搭配頭震這樣 全部都有做線條 欸 這個拉的也是蠻立體的喔 拿到我旁邊 下面這裡我真的要歐漏了 年輕人不想要那麼單調的 塑料的防刮材質 所以跟車身同色有沒有 前面的輪拱跟後面輪拱 車身同色 下面也沒有看到任何塑料 它用黑色鋼烤 這個車在大自然裡面還蠻融入的喔 那個情景蠻好看的喔 再來我是雙色的 2tone 年輕人就是喜歡2tone對不對 對 看腰線 其實不管男生女生腰都很重要 對 腰線很重要 線條的很大的一個加分點 它的腰線呢是往上揚有沒有 不是只有上面喔 下面也有往上揚往上揚 再抽掉 然後到C柱後面的往下這樣 流下來 就算你停著好像有往前衝的感覺喔 你會覺得線條很好看 放電孔在這裡 CCS1 你看裡面是會亮的呢 然後就直接拿起來 從這個地方來做充電 尾燈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亮點喔 亮點1 微燻黑 亮點2 它有兩個翹臀 也不是兩個屁股喔 它的設計就是 往下 因為要增加風阻嘛 因為你在往前走啊 讓它往下 這個地方也有一個翹臀 所以兩個不一樣做呼應喔 它有致敬一種動物 叫天鵝 有沒有像天鵝的翅膀 展開的感覺 其實就是要豐富啊 然後我們在往前逃的時候 空氣地球順著這個下來 破風而行啊 下面這裡呢 叫做天鵝座 你認識天鵝座嗎 不認識 不認識 我只知道天鵝座 天鵝座或許是 我們call out一下啦 唐立騎老師 如果他願意接我們電話的話 天鵝座的圖騰 就是你仰望星空 它的圖騰長得就應該是這樣 姑且不論大家認不認識天鵝座 我只能說 它設計得真的很漂亮 如果是晚上 你看一片黑 然後亮起來這裡 你不要只看尾燈 尾燈上面很有戲 這個就是 喜歡電動車年輕人 會被加分的地方 因為就不是只是給你做一個尾翼喔 你剛才說那是尾翼嗎 我剛才跟製作人那邊講說 上次我們看到這樣的尾翼 是在GTR上面 GTR的後面尾翼 是拿來放咖啡的 車主是這麼做的 但我現在是MG4的車主 而且我是F-Power 我就大搖大白 放著一杯 我的星巴克在這裡 我就不擋它了 我一定會約朋友在這裡聊天 手靠的 讓他看我的天鵝座的圖騰 雖然我不太認識 但很好看 是一個創意喔 然後呢 一樣是一種細緻的 我覺得也未必是真的很加分 但你細看就覺得這車不一般啊 因為你看人家都會做平的 它就要凹進去 這裡是立體LOGO喔 可是它躺在裡面 有沒有很好看 還不錯喔 然後下面呢 有做呼應喔 黑跟深灰色 然後也是這種流水狀的 是有線條 沒有那麼單調 看一下空間喔 我跟你講啦 因為這台車跟N7啊 我們都說兄弟要一起約好 一起登到山頂對不對 誰是兄誰是弟 長得比較大塊是兄嗎 不管N7或者是MG4誰是兄弟喔 空間就很重要嘛 我覺得N7的消費族群TA 就是家庭居多喔 那或者是你需要大空間的使用者 但是MG4呢 要帥 要有點潮 要有點實用 要有點科技喔 因為它還可以往下潛啊 它可以有一個伸縮喔 300多升啊 其實很多的中型修旅業 就差不多在那個數字了 但是因為它可以彈性的調整可以往下 所以呢 也可以做靈活運用 然後它的第二排的座椅呢 也可以 也可以再往前倒平 而且它倒平之後是整個平整的喔 看你怎麼運用啦 但是它訴求TA不一樣 如果你是家庭導向的話 用它有沒有委屈的地方 其實沒有 因為有些地方你要 你就稍微微調 都可以做得到 那像你是車邊這樣再拉進來 搭一搭 它也是平整的 平整的耶 可以在那邊睡 可以在那邊滾耶 然後它有V2L 有沒有使用 我可以車速 我還可以洗完澡吹頭髮 我可以游泳 我還可以收納 然後我這個 這個站板還可以上下移動 已經滿貼近我們平常 大部分生活的情境了 就等有機會把車借回家 讓我們試一個月 看看它電號表現怎麼樣 因為今天呢 我們就只有一天的時間 所以我還有秘密人物 聽說我要用它彈射 要來海放一個車手 我想應該辦得到 來 我們挑戰一下 好 我是今天這一組的 第一個做Lunch Control的 對手是小翁哥 那它的3G Control呢 其實建議就是 一定要切到Sport 這個行星就切 換檔換很快 就是直接切到Sport 然後呢 我動能回收到4到3 就不做Auto了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 要累積我們能量 我左腳踩煞車 踩到底了 對 左腳 然後右腳呢 我現在開始蓄力了 66囉 66是要緊繃囉 OK 好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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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 我剛吃完午餐欸 我從裡面噴出來 我的天啊 好High喔 欸可以多來幾次嗎 Lunch Control 海放對手 那是電動車的基本 它的日常 呵呵呵 好得意喔 第一個然後就 就出去了 哇 這就是電動車可以做到一些 油車做不到的事情啊 然後現在呢 我們如果只是很舒服的 享受一台電動車 真的當日常使用的好朋友的話 我真的覺得 它的方向盤可以聊一聊欸 它有做平靶欸 上下都做了平靶 是一個很不錯的事情欸 第一個喔 它下面就算是平靶 它還有一個弧度 然後上面的平靶呢 它會讓你喔 在各個角度 都可以看到你的儀表板 儀表板已經不大了 但是它要充分讓你 get到所有資訊 儀表板很聰明 它分三塊 1 2 3 那這個階段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左右的方向盤 各有一個星星 一個星星可以自定義 你喜歡的模式 然後又或者是呢 你再切換星星到 Normal的模式 欸 Snow模式 然後還有Eco模式 可以更節能 以及Normal 還有Sport Sport欸 但是因為它的CUV的車格 會讓你覺得在任何地方開呢 都是非常輕鬆的 稍微掉個頭啊 什麼都超級簡單 輕鬆的不得了 好 這是我剛剛講的第一個星星 左邊的星星 十星的星星呢 是讓你切換模式 右邊呢 就是讓你切換你的動能回充的力道 它這邊會顯示 1 2 3 一個A A就是Auto A的好處就是 我們現在用電動車 如果我不想要再去學說 它現在回充多還少 這個因為很多以前開習慣遊車的朋友 我沒有想花任何的精力去學習 什麼叫回充多更少 我就交給車子自己去做判斷 那它就是Auto的模式 現在是1喔 好 踩 我鬆 它回充的比較少 好 負3 那我如果是2呢 踩 我鬆 回充多一點點 真的想要多一點點感受one paddle的話呢 其實你要透過儀錶板這裡來做選擇 好直覺的喔 好喜歡喔 你可以弱啊 中啊 強啊 跟自動 可是我覺得用星星調整最寬 因為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想要及時的做切換 但如果你要單踏板的話 你就把它打開來 單踏板的話就是 你可以把電門鬆開 它應該可以倒停了 我們來感受一下 我現在加速喔 然後鬆開我電門 鬆開 我們倒停 我們倒停 19吧 倒停了 倒停 倒停 這都不夠了耶 但我還是建議大家要安全 防禦性的駕駛 你還是得要 右腳standby在你的煞車上面 可是它 真的讓你落實one paddle 單踏板 你就是不用在那裡想什麼 我覺得就很輕鬆 可以開得很輕鬆喔 那再來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電動車的最最最終極的 它的續航里程 那續航里程呢 我們剛剛從台中開到了彰化 那現在還有78%的電 你說剛剛出發是96%對不對 對 那我們開到這之後呢 我們剛剛拿它去做繞追跟怠速 停在旁邊喔 那它現在還能夠有78%的電 我們就很期待 接下來開回台中喔 那電會剩多少 那當然呢也很期待 接下來有機會呢 再試這台MG4 可以讓我們多開個幾天 真的實際去一些比較有坡度的地方 比較山上的地方 讓我們去看看它的電耗的表現 以及規格上面的這一台叫做X-Power 還有另外一個規格喔 兩個規格 實際的試駕體驗還有電耗的表現呢 我們也會幫大家做報導喔 好 嗨各位跨界小贏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WinWin跨界大贏家吧